嗨 大家午安 我是佳龍 今天來到我們變化三部曲的第四部囉 耶~~ 好 這是三隻下啦 那今天就是不知道大家看的前三部沒有 我們就要大家採購七料選用工具之後做設計圖的前置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跟大家一起來走戰場囉 現在我們的話是在五分吊橋遺址這邊 這裡是戲子跟內湖的交界 然後最近的捷運站的話是東吳捷運站這邊 那這次的暗場呢是華製形象設計 找馬賽克爾老師來做的設計圖 那由三部這邊來執行製作 那等這個暗場執行完畢的時候 我們也會請到馬賽克爾老師來做一次的專訪 那大家如果興趣的話一定要收看喔 那如果你找五分吊橋找不到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送請五分出賽門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暗場吧 今天早上我們已經做了打防水底溪 然後還有我們的白底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旁邊的牆就是已經是白色的 那是因為早上我們已經做過處理 那這次用就主要就是兩個動具 一個就是我們上次說的 戰略性比一起噴法 就是大水底噴槍之外 另外一共它就是滾銅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牆上有一些是 比較霧狀的激勵 有一些的話是比較這種 滾合的激勵 這樣 到這邊的話就是找五分的顏色 這樣子 就是水底牆 這樣子 那一般來說這種新造的水底牆 我們都是一定要做好紅色 因為你不做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會掉失 那 這樣你細心不無話的壁畫作品 就一下就不見了 那就非常的可惜 所以一定要做好這種動作 OK 那個的話就是我們的五分 叫喬伊知道嗎 看一下 那這個是套合體的快速道路 那一般來的話 你建議不要從這邊過來 因為這邊的話其實是紅線 這邊也禁止停車 那這邊七機車也過不去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來這邊欣賞是開車 或是騎車的話 要到另外一邊 OK 好 哈囉 接下來請大家示範打模式的部分 好 那就是這次的設計 OK 基本上就是小怕車騎士們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從和平道路 到這個伊町內 其實蠻多的腳踏車騎士 會在這邊亂攻去這樣子 那其實這邊等槽是蠻多的 所以等大家看到機車 或是騎車的話 不要太慌張 沒有事情的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先示範打格子的方法 那打格子的方法呢 這次格子的話 後來都是打50公分 100公分這樣子 所以我當然會現在搶面向 打滿100公分之後 再接著開始打造 好 好 所以大家示範囉 這個就是打格子的方式 那基本上我們這次打的格子是50公分這樣子 所以你的設計圖看到横框 它就是50公分的地方 然後 因為有時候我們這樣要化整空的時候 我還沒病毒 沒有辦法掌握就是說 我的什麼東西要畫在哪個位置 所以打格子的幾個關鍵心得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大的畫面不行 你就先處理小的畫面 OK 然後第二個心得就是說 當你今天參考線有了對不對 你可以先畫 有時候你不確定每一筆要落在哪邊 這時候你只要畫 準確的線條 先畫你確定的線條 當你確定的線條畫越多越多之後 其實你的參考線就變得越來越多 然後你有這些參考線之後 你就可以去抓那些後面的線條 你就會變得越來越容易 譬如說 以畫面來說好了 譬如說像是這邊這個點 譬如說像這邊這個點 它就是肩徑直接在十字方格的旁邊 對 那我就確定說這個點不是在這個位置 OK 所以我通常呢 我都會先把這種 像剛好在格子旁邊的點先抓出來 因為這些位置都是非常的準確的 對 然後你透過這些位置 然後把確定的線條放上去之後 它就是 之後你就是點抓點點抓線這樣 就可以越抓越多 好的 那投影機打稿的話呢 我們一樣會在牆面上先打格子這樣 對 然後打好格子之後呢 我們再用投影機去對位 那 在打投影機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重點應該是 一開始的話就是 你要打平行這樣 就是你的投影機打上牆面上 它不能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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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棒樣是沒問題的 那打好的話就會像牆面上這樣子 然後 呃 確認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瞄邊這樣子 好的 我們壁畫暗場自從上次教大家打稿之後 到今天整個壁畫暗場已經是結束了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們在繪畫現場會遇到幾個小問題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顏色的問題 基本上你們看到這一場 有非常多這種明亮的顏色 那明亮的顏色或是這種 像是這種高彩度的顏色呢 其實我們的底色都是一定要先塗好白色 所以在這場我們施工之前呢 其實是整個寒洞 我們都是打滿的白色 然後打滿白色之後呢 我們再上黃色的話 這個黃色它才可以夠明亮 如果你今天呢 現場其實有可能一般 有可能是水泥色 水泥色或是這種深色 你如果把這樣黃色蓋上去的話 它就會那個顏色就會很醜 而且就是蓋不過那個顏色 所以其實上色都有一些先後次序 OK 那通常都是白色調的 要嘛是白色調的 然後很粉的顏色 它會有比較好的覆蓋力 那彩度越高的顏色 通常覆蓋力就會越低 這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接著是說呢 我們壁畫暗場 如果你是要畫得工整的話 其實建議大家可以買到好一點的筆 那除了我們平常有可能 感覺很像畫壁畫 或是這種牆面 我們都是用到油漆刷 那其實除了油漆刷以外 我們其實用到非常多的 像水彩筆啊 或是國畫筆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筆其實可以幫助你的線條 畫得更工整一點 好 那像這樣子的地方呢 我們要怎麼樣做呢 像建議大家遇到這種地方 你們就可以譬如說 這邊先貼紙膠帶 貼兩條 因為你要拉得非常工整 然後我們把灰色畫好之後 對不對 然後最後我們再用這個白色調去修 OK 這樣的話它看起來會是更順暢 如果你先畫白色 然後再去修這個灰色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線條就會痠痠 好 所以這些工具都可以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好 那各位呢 你們如果看到這個牆面上 亮亮的感覺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有在上一層 亮光的保護器 那因為是室外廠 所以我們盡量漆料 都會選用戶外的專用的漆料之外 我們施工完畢還會再上一層保護器 那這保護器主要的作用 一樣是我們就是耐黃電 然後耐水耐沉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我壁畫原本畫在這邊 只能稱有可能兩三年了 有可能做保護器 有可能至少就可以變成四五年 它這樣按比例去做延展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好處是說 像這個寒洞它其實是非常的潮濕 耐潮濕其實是非常重要 像是 如果今天前面就有積水的部分 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 好 那像這種積水的部分呢 如果你今天會畫暗場是 環境是那麼克爾納跟坎克的話 我們就建議說你保護器可以上後一點 像我們底部這一個地方的話 我們保護器起碼是上三四層 所以就是要杜絕那個濕氣 好今天為大家預備兩個小QA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那我們在畫壁畫的話 我們畫錯的話怎麼辦 那第一個的話是建議說 你在畫的時候 建議旁邊預備了一個濕抹布 或是濕紙巾 你在畫錯的當下 其實你去用抹布濕紙巾把它擦拭之後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 等乾之後就可以馬上再重畫 OK 那發現說你這個是已經畫 然後而且已經染色不可膩的話怎麼辦呢 我建議說你一樣擦 擦了之後等乾 等乾之後你可以針對 就是你要修改的地方 你再重視去複色做修改 那真的非常嚴重的話 你就是直接重新蓋白 然後重新畫過這樣 那整個過程之中 我建議是大家 那個漆料的厚度啊 大家要去注意跟控制 因為有些人會想要說 趕快蓋過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漆會吸成一坨一坨的 那我是比較不建議這樣 所以你有可能白色可以做兩次的複色 之後再去做重畫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好的那現在回答第二題 第二題的話就是 我們漆料通常要多久會乾燥 那其實這是一個 沒有辦法給你公規答案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都跟環境因素有關 第一個是你環境通不通風 然後第二個是說 你最近的天氣是不是 潮濕的這樣子 都會影響到乾燥的速度 那我們也一般來說 好天氣在戶外場的話 其實大概是15分鐘左右 10到15分鐘 基本上表面就會乾透了 對 所有的漆料都是從表面開始乾 之後再乾到裡面 然後有個完整的乾透的時間 那今天的話是我們 壁畫三部曲的最後一集的完結了 那我們從教你們選購漆料 然後如何選工具適合的畫材 然後再到我們的壁畫的設計圖前置 還有我們現場指示 這一系列的專題 希望各位觀眾你們都會喜歡 如果你們還希望我們開 怎麼樣的壁畫內容專題的話 也可以都跟我們留言做 拍板 好 那我是三部曲的家龍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嗨 怎樣 嗨 暗場已經完結囉 今天就要帶大家看我們完全的真果 我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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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大家好 現在是晚上八點二十八分 那我們在家龍爸爸的車上 我們現在要去暗場放東西 吃吧 讓大家看我去看 我不會讓大家看我 我們現在要去看我 我那會為了